通过前面的学习呢 我们已经把Scrapy这一部分给学完了 对吧 在Scrapy里面呢 我们发现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非常多的功能 然后呢 让我们爬出来非常强大 主要是由于它里面封装了一个Twisted的这样一般网络框架 然后在我们放松网络起的时候呢 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在我们调度数据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 也能速度能够非常明显的提升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的这样一个ScrapyVertice这个框架呢 它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要学的内容 我们要学的内容 分我以下三个部分 最重要的呢 肯定就是我们ScrapyVertice这样一个使用嘛 对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ScrapyVertice 在这高中文档上面呢 关于ScrapyVertice的介绍是这个样子的 Redice-based Components for Scrapy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什么意思呀 学生了五个月的英语 还是不认识 对不对 基于Redice的这样一个组件 对不对 Scrapy基于Redice的一个组件 Components就是组件的意思 组成部分 对吧 然后它的Github地址呢 在这个地方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去下载一下它的原码 那么这是ScrapyVertice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相当于就是在之前Scrapy技术上呢 对Scrapy的功能呢 做一些拓展 那为什么要讲它呢 它拓展什么叫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的Scrapy呢 它能够非常快速的帮助我们抓取数据 然后呢 在每一次请求里面 在每一次Scrapy开起来之后呢 它的URL技术 请求过都不会再请求 对不对 但这样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今天 我们把我们Scrapy开起来一次 那么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重新的把这个Scrapy开起来了 那么 在今天我们请求过的URL技术 在明天还会再请求吗 是不是会呀 但这往往并不是不像样的 我们希望它之前 只要是之前请求过了 后面都不会再请求 我们希望这样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Scrapy的 Scrapy Redis来帮助我们实现 所以说Scrapy Redis 在Scrapy技术上呢 实现了什么样的功能呢 首先是关于Request的去重 它这个去重呢 不单单是当前这一次 程序启动起来的去重 而且是我们只要是 这个程序的部分文件它存在 那么它能达到效果呢 只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持久化的去重 我们今天跑一遍 明天跑一遍 后天再跑一遍 那么后天跑的时候 它抓取的时候呢 不会抓什么呢 不会抓它昨天和今天 已经爬过的URG纸 明白吗 刚刚有同学说 这个增量式爬通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增量啊 我们爬过的URG纸不再爬 这是不是就是基于 URG纸的增量式的爬通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轻松实现分布式 那么实现分布式 我们Scrapy Redis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 那么它是怎么能帮助我们 做到这些内容的呢 它是怎么帮助我们 去实现这种去重呢 去实现这种持久化 以及分布式的呢 那么通过下面我们来学习 Scrapy Redis的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 Scrapy Redis到底是如何帮助我们 去实现刚刚所说的持久化 以及分布式的这些功能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的Scrapy的流程 现在大家对于Scrapy的流程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对吧 最中间是一个引擎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调度器 调度器接收从引擎传递过来 在Requise对象 然后呢 这个Requise对象呢 存在了调度器里面 那调度器呢 把Requise对象通过引擎呢 交给下载器 在载器呢 发动请求后有响应 把响应的通过引擎交给爬虫 那爬虫提供到收据 经过引擎交给管道 那么提供到URL地址呢 构造成Requise对象 经过引擎交给调度器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的Scrapy 那如果说大家想一下 找到另外一个同一个电脑上 再考一份 那如何 我如何通过 在这个基础上 稍微做些修改 让这两个电脑上的 Scrapy程序呢 能够同时爬一个任务来 能够同时爬一个 爬完成一个项目 那可惜同学想 你多起动两次 那不是同时在爬一个项目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多起动两次 我们一个爬成 爬到URL地址 另外一个爬到 是不是还会再爬 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效果 他们是协同工作 同时帮助我们完成一个任务 那该怎么办呀 可以怎么做呀 比如说再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班上有60个人 我们60个人 希望在每个人的电脑上 同时放一份一样的 这样一个Scribe的程序 同时完成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电脑 爬得太慢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60个电脑 同时一起爬 这样是不是就更快点 那怎么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同时一起爬来 他们拿到这个request地下 或者拿到URL地址 是不是必须得来自一个地方 存URL地址的时候 是不是得存到同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存到我们的本地 或者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在调度器这个地方 我们不把数据再存到调度器了 而把数据全都存到哪呢 存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比如说数据库里面去 他把所有request请求 全部存到数据库 那么现在我们有60来电脑 那60来电脑的所有请求 都存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对吧 那存取的时候 他去一下重 那么拿的时候呢 当我一个电脑 把这个request地下拿出来之后 另外一个电脑 我保证它拿不出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电脑 是不是就拿到另外一个request对象了 那这个时候 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 所有电脑 共同地完成一个任务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地方大家明白吗 相当于他们会共用同一个 带爬起的request对象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对不对 因为最开始的情况下 在一个 在只有一个scrub的情况下 那数据全部存在于调度器里面 这个带爬起的request对象呢 全部存在于调度器里面 那么存在于调度器里面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程序 各爬各的 一个程序爬过 另外一个程序还会再爬 他们之间相互没有影响 那么为了让他们之间 能够相互协调工作 我们就可以把带爬起里面的request对象存到一个共同的位置 他们两个从这个共同的位置里面一起读这个对象出来 一起去发动请求 对吧 那么刚刚所说的那个思路呢 其实就是我们scruby redis的这样的思路 scruby redis在之前scruby的技术上呢 多了一个组件 叫做redis的组件 对吧 那这个redis在哪呢 redis在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 什么和它相连接呢 我们掉漏器和它相连 我们的管道和它相连 这地方看出来吧 我们掉漏器和它相连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样一个 掉漏器和它相连的说 它传什么呢 他们之间会相互传递request对象 这掉漏器呢 会把request对象呢 存到这个redis里面去 那么同时呢 也会从这个redis里面 读入request对象出来 那在默认情况下呢 它也会把管道里面的数据呢 保存在redis里面去 那当然这个地方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管道这个地方 我们想要实现把它保存到任何地方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想保存到每redis 保存到每redis 想保存到本地 我们也可以实现保存到本地 所以这条线呢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面这条线 就刚刚所说的那个意思 如果说我们有多台电脑 同时共用一个redis 同时连到一个redis 同时都从这个redis里面 读入request对象 同时都把抓到的 入request对象 都送到一个redis里面去 那这样就能保证 我们多台电脑 在有这样一个redis的情况下呢 能够同时帮助我们 抓取一个项目里面的URL地址 那么在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只用保证什么呢 一个request对象 被一个程序抓到之后 就把它删除 实际上就是个迫不得操作 对吧 取到之后就删除 那另外一个程序呢 再去拿request对象的时候 可能就拿不到之前 已经拿过了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这是我们的request对象 是我们带爬的 带抓起来 对不对 我们这些电脑上的 这个scribe程序呢 当他拿到一个request对象 他肯定首先 得把它存进去 对不对 那么存进之前 并不是每个request对象都要存 因为我们知道 scrap it 他抓过了request对象呢 就不会再抓了 你就抓起过了URL地址 是不是不会再抓了呀 所以说 沉入request对象之前呢 需要对他做一次去重 那这个去重呢 怎么去重呢 它是把每个request对象 生成一个指纹 指纹是什么意思呢 指纹是什么意思呀 指纹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指纹 对吧 每个人的指纹 能够唯一的标记出 当前我是我 你是你 对吧 是唯一区别每个人的 那么request对象的指纹呢 也是这个意思 他的每个指纹 也是能够唯一标记出 这个request对象的 如果说 我们发现两个指纹是一样的 那就代表着 这两个指纹 对的request对象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 网络里面存在的时候 我们只要存入 这个request对象的指纹 就完事了 那么下来 下一次新来一个request对象 我们也是把它的指纹获取到 然后呢 判断一下 这个指纹是否存在request里面 如果存在 那说明这个request对象 之前已经 请求过了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能实现去同样 由于这个指纹 也是存在于request里面的 而且request呢 是被多个scrapy的程序 多个电脑上的scrapy程序 一起共用的 那么就可以代表的效果是什么呢 多个电脑 同时拿到request对象 它都会往request里面 生成一个指纹 然后判断这个指纹 是否之前你在request里面存在过 如果已经存在 它有可能 就是request对象 之前就已经被它自己 或者被其他电脑上承受的 已经爬过了 那么它就存不进去了 就不会再爬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地方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所以在我们request里面 最起码的会存在两个内容 第一个 是代爬去的request对象 第二个 是已经爬过的request对象的指纹 代爬了 是为了后续去爬嘛 对不对 已经爬过的 是为了干什么呀 是为了去存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把代爬的request对象 存到这个request里面呢 刚刚我们说的第一点 就是随着之后 我们都会程序 雇用阵以request来做 后面的请求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可以怎么样呢 大家想一下 假设现在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电脑 我把它程序关了 关了之后 由于我的request对象 存在于这个request里面 那下一次 我的这个程序 再次用起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依然 从request里面 堵这个request对象呀 这样是不是就实现了一个断点续排的功能呀 曾经断了不要紧 断了之后呢 由于它下一次还是依然从之前的request里面读了个对象 所以之前里面有多少个request的 它其实就会从中把它读出来 去发动请求 对对方明白吗 明白对吧 然后呢 这是关于scrept reds的这样的流程 这个流程里面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 它有啥的用 我们刚刚说 重点说是两个 因为这个items的 我可以选择把它存在reds里面去 也可以选择 不把它存在reds里面去 但是我们这个request对象呢 这个request对象 它肯定是会存在于这个reds里面的 而且同时呢 我们的已经爬过的request 就像指纹的 也是存在这个reds里面的 就这三个点 它会由于多个reds呢 会往底存储东西 那么其他内容呢 是我们之前scrept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关于我们scrept reds这样的流程